我本来打算 是要他前往川坨那个废墟 到那座图书馆去翻箱倒柜一番 设法寻找地球的下落 你应该记得 那些无聊的玄学家常常强调 地球就是人类起源之处 他们说得头头是道 虽然那几乎不可能是真的 第二基地不会相信 他要找的真实地球 因此并定会采取行动 查出他的真正的目标 可是他并没有去穿脱 没错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竟然跑到赛歇尔去了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但是请原谅我这只劳烈犬 我的职责就是 怀疑每件事 所以 请告诉我 你是怎样获悉 他和那个裴洛拉特去了赛歇尔的 我知道康普曾经做过报告 但是我们 又能信任康普几分呢 那个超波中计器告诉我们 康普的太空艇 确实降落在赛歇尔行星 这点毫无疑问 但你怎么知道 崔伟子和裴洛拉特 也在那儿呢 康普飞往赛歇尔 可能另有原因 他也许并不知道 或者根本不关心 另外两个人的下落 事实上 驻赛歇尔的大使 已经通知了我们 崔伟子和裴洛拉特的太空艇 抵达了赛歇尔 我可不信那艘太空艇 会自动地飞去 此外 康普在报告中说 他跟他们交谈过 即使他不值得信任 我们还有他们两人 到了赛歇尔大学的 木鸡报告 他们去那里 拜访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历史学家 这些报告 我全部没有收到 别吃味了 这些报告 都由我亲自处理 而且我这就在知会你 并没有延误多少时间 最新的一则消息 是大使刚刚送来的 我们的毕雷珍 又上路了 他在赛歇尔行星待了两天 然后就离开了 他告诉大使 他要航向另一个行星系 该处距离塞歇尔 约十秒差距 他还把目的地的名称 和银河坐标 传给了大使 大使 又转来给我们 康普 有没有证实这件事呢 大使向我们 报告这件事之前 康普就报告了 同样的消息 当时康普还不确定 崔卫兹要去哪 想必 他会继续追踪的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变故的前因后果 他将一颗寒片 丢进嘴里 若有所思的顺着 为什么 崔卫兹 要去赛歇尔呢 为什么 又会离开呢 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则是 何处 崔卫兹要去哪 你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市长 他把目的地的名称 和坐标都给了大使 你是在暗示 他对大使说谎吗 或者是 大使欺骗了我们 即使假设 人人都说实话 而且 没有任何的无心之师 那个名称 那个名称也令我感到好奇 崔卫兹告诉大使说 他要去盖呀 盖字的盖 女字编的呀 崔卫兹特别强调了一遍 我从没有听说过呀 是吗 这并不奇怪 布拉诺 布拉诺向刚才呈现 显像地图的位置指了一指 从这个房间的地图中 理论上 我随时能叫出 每一颗拥有 助人世界的恒星 以及 虽然没有助人行星系 本身却十分显著的星体 只要我操作得到 总共可以标示出 超过三千万颗 包括独立的 成对的 几成一团的 我可以标出 五种不同的色彩 或是一个一个来 或是一次全部解决 可是 我无法在其中 找到该亚的位置 在这套地图中 该亚 根本不存在 这套地图显示的恒星 只占银河中总数的 万分之一 画是不错 可是那些 未显示出来的恒星 周围都没有助人行星 崔卫子 为何要去一颗 无人行星呢 你有没有试过 中央电脑呢 它将银河的 三千亿颗恒星 统统都收录了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但是能信吗 你我两人知道的 非常清楚 我们的任何一套地图 都漏掉了 数千颗助人的行星 不只是这个房间里的地图 中央电脑的资料 也一样 该呀 显然就是其中之一 柯戴尔的口气 冷静依旧 甚至有点像在哄小孩子 市长 八成 没什么好操心的 崔卫子或许 只是瞎闯一番 也可能是 故意要耍我们 其实 根本就没有一颗 叫做盖亚的星星 它给我们的坐标上 其实什么都没有 它这样做 只是为了摆脱我们 既然它跟康普 碰过面 或许 已经猜到自己被跟踪了 这样做 如何能拜托我们呢 康普 当然会跟踪下去 哦 了呢 我心中 另有一个想法 我们很可能 会有更大的麻烦 听我说 他蹲了蹲 然后说道 这个房间 完全屏蔽 Leono 你要了解这一点 我们不会被任何人窃听 所以 请你畅所欲言 我自己也会这么做 如果 我们相信那些情报 这个盖亚 距离塞歇尔行星 只有十秒差距 因此 是塞歇尔联盟的一部分 在整个银河中 塞歇尔联盟 算是经过充分勘探的区域 其中 所有的行星系 不论有没有驻人 都有详细的记录 而驻人世界的资料 更是巨细无疑 只有盖亚 是唯一的例外 姑且不论是否有人居住 总之 没有任何人听说过 也没有任何地图收录的 此外 塞歇尔联盟 对基地联邦 保持着奇特的独立状态 甚至对当年的罗 也维持独立 自从银河帝国崩溃之后 他就一直是独立的 这些 又有何相干呢 柯戴尔谨慎慎地问道 我讲的这两点 一定有关联 塞歇尔 包容一个无人知晓的行星系 而塞歇尔是个碰不得的地方 这两点 不可能没有牵连 盖亚 不论是怎样的世界 都把自己保护得很周密 除了近邻 他绝不让外界知晓自身的存在 而且 他一直都在保护这些近邻 令外人 无法征服 你是在告诉我 市长 盖亚 正是第二基地的 大本营吗 我是在告诉你 盖亚 值得好好地 调查一番 我能否提出一个怪问题 或许是你的理论 所不容易解释的 请说 如果 盖亚正是第二基地 又如果 数个世纪以来 他一直成功地抵御外界的入侵 并且保护整个赛下 把那个联盟 当作广阔 深厚的防护盾 又如果 他始终 避免让自身的刑藏 泄露到银河各处 那么 这些保护网 为什么 突然间 统统消失了呢 崔尾兹和裴洛拉特 离开短点星之后 虽然你建议他们到川坡去 他们却毫不迟疑地 立刻前往了赛下 如今又转向了盖亚 更何况 你自己也能想到 并怀疑盖亚 为什么 你不会被某种外力 做阻止呢 布拉诺市长 低下了头来 灰白的发丝 在灯光下 闪着暗淡的光芒 沉默良久之后 他终于说道 我想 是因为崔尾兹一员 无意中 搅乱了这个局面 他曾经做过的 或者是正在进行的 什么事 在某方面 危急了泄顿计划 这绝对不可能 时长 我认为 没有任何事 或任何人 是十全十美的 甚至哈里谢顿 也并非完美无缺 谢顿计划某处 必定存在着缺陷 刚好给崔尾兹撞上了 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晓得 我们必须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此 我们必须到现场去 柯戴尔终于显得面色凝重 千万别自作主张 师长 我们尚未深思熟虑 不可贸然采取行动 别把我当成白痴 李奥诺 我并不想发动战争 也不是要派远征军 去登陆改雅 我只是要 亲临现场 或者说 尽量地接近那里 李奥诺 帮我个忙 我不喜欢跟军部的人打交道 经过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岁月 那些人一定都变得迂腐不堪 可是你好像并不在乎 你帮我查查 我们有多少战舰 部署在塞歇尔的附近 能否让他们看起来 像是例行调防 避免对方发现 我们正在动员 在如今的太平盛世 我确定附近 不会有太多的战舰 但我会帮你查出来的 即使有两三艘 也就足够了 如果其中有超新星级 就再好不过了 你打算要他们 做什么呢 我要他们 尽可能地 向塞歇尔推进 但不可引发任何的事端 我还要他们彼此间 足够接近 以便相互支援 这样做 到底是为什么呢 机动运用 我要在必要的时候 能立刻 发动攻击 对抗第二基地吗 如果该呀 能让罗都退避三舍 当然不会把几艘战舰 放在眼里吧 布拉诺的眼中 射出炙烈的斗志 他说道 老朋友 我刚才说过 没有哪件事 或者哪个人 是完美的 就连哈里谢顿 都不例外 他在拟定那个千年计划时 绝对无法超越 当时的格局 他是垂死的帝国 所培养出来的数学家 当年所有的科技 都已经奄奄一息 因而 在他的计划中 无法充分考虑 未来科技的发展 比如说 重粒子学 就是一门崭新的科技 当时 他不可能预料得到 此外 我们在其他的方面 也突飞猛进 可该呀 也可能一直在进步啊 在闭门造车的情况下吗 得了吧 基地联邦 总共拥有千兆人口 这才能够集思广益 使各种科技 获得长足的进展 一个孤立的世界 怎能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战舰 将向前推进 而我 要一起去 对不起 使长 你说什么 我要亲自登上 集结在塞歇尔边境的战舰 我想亲眼观察 实际的状况 柯戴尔 柯戴尔张着嘴一阵子 然后咽了咽口水 喉咙间发出了一声怪响 市长 那是不智之举 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 他显然已极尽所能了 不管是否明智 我都要这么做 我已经对端点心厌热透顶了 恨透了这里无止无休的政治斗争 派系对抗 合纵连横 以及背叛出卖 我在政治漩涡的中心 也有十七年之久了 现在 我想要干点别的 什么都好 而在那儿 市长挥手 随便指了一个方向 整个银河的历史 也许都将被改写 我要亲自 参与这件盛事 可你对这种事 根本一窍不通 市长 谁又通呢 李敖诺 他站了起来 动作有点僵硬 一旦你帮我 把那些战舰的资料找来 一旦 我能把此地的糊涂账 交代清楚 我就即刻启程 还有 李敖诺 别试图用任何方法 改变我的心意 否则 我会把老交情 一笔勾销 将你彻职 处分 这点 至少我还做得到 柯代尔 柯代尔 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做得到 事长 事长 但在你下决心之前 能否请你再考虑一下 谢敦计划的威力 你打算做的 也许是自 去灭亡 这点 我倒并不害怕 李敖诺 谢敦计划 没有料到罗的出现 有一 就有二 既然他的计算 曾经失误 就有可能 再度失灵 好吧 如果你真的 心意已决 我就只好 忠心耿耿地 全力已赴了 很好 我再警告你一次 你的这句话 最好真正地 出自肺腑 牢记这一点 李敖诺 我们向盖亚 进发吧 前进